锦衣置下翻外,第33集带澄清今夏练习,足足归房路易在记账,今夏面吼耳赤低头我去给大人端热水边说边向门外走,路易一把拽住他,我自己去端水,你的腿不能吃力,哎呀,大人,我哪有那般娇气,今夏琴声道,在我这儿便是要你娇气些,不准逞强,说着路易已经到了门外,那我跟大人一起去, 今夏跟在身后,二人来到厨房,原木刚准备好一大木盆热水,路易稳稳端起便走,今夏觉得善事不妥,还是我来吧,大人何时干过这等粗活,在外擦风绿素街补在画下,这算那般粗活,哎,你只管开门便是,路易回到,今夏上前推开门,路易浇水盆放在地上,府一坐在床边,今夏便蹲下身准备点, 我自己来,路易伸手连往阻止,大人,是怕我笨手笨脚做不好,今夏聚起小嘴,水眸呼闪翁向路易,一抹深情几点委屈,路易的心摸的一颤,当在小腿上的手不自主离开,想说什么去如梗在喉,摇摇下准没作声,大人,莫不是怕足下有一封熏千里的味道,今夏见路易越想发酒,反倒粗暇起来, 胡说什么,路易在静下的琴手上轻轻弹了一下,画本子上说英雄脚招,好汉皮都呵呵,呵呵,静下弯起水眸笑出声,在线当年口眉遮兰的顽变,好你个圆经下,画本子上的粗话碰到我这里了,再记上一笔,看我日后怎么教训你,路易一边嘴角轻巧笑意弥漫, 大人连粗活即舍不得我做,又怎么会舍得教训我,静下笑嘻嘻地看他,你只管记下,已是两笔账,到时候便知道了,路易一胸有成竹地笑着,说笑间,静下已替路易脱去靴袜,将白心修长的脚板紧入温热的水中,静下低垂着头,笑意却丝毫未减 心小,大人连脚一掌得这般好看,手软的小手虽略带保茧,但丝毫不影响出感,静下一下一下地拨弄着温热的水,小手在路易的脚背,脚掌,脚趾尖油里,温暖舒适的感觉倾客贯穿全身,仿佛要将它融化,路易按垂心眸,眼前姑娘的擒手而美,随着她的动作微微颤动,看着看着路易浴火焚身, 心脏接快要跳将出来,这是自娘亲离去后,第一次游女子给她洗脚,且还是她心肩上的姑娘,是她几日后便要娶回家的姑娘,那是哪个男子会不血脉喷张小路飞飞,开始的享受变成了现象的哭泣,好了,好了,静下可以了,路易催促道,大人,水烧起很热呢,多洗一会儿,脚泡脱了才更舒服, 静下不明所以地回到,还在她的脚背,脚掌,脚踝处揉捏起来,这几处穴尾多捏捏数斤火血,还有猪睡眠,是一告诉我的,我经常给娘揉捏的,好了,真的不用了,路易如坐针毡,拿过盘子拔出脚,直接擦起来, 唉,大人,因何这般着急,静下一亮眼的看向她,时候不早了,快去睡吧,这里我自己收拾,路易身世检验,真是,静下撅起小嘴,以为自己哪里让路易不满了,路易无奈地看向她,又不想她不会自己,只得将人拉在身边, 好生安抚到,都好久了,腿累不累,听话,快去睡吧,我不,静下故意撒娇,想看看她到底如何变脸这般快,你确定不走,你确定不走,一会儿,走步突变修要怪我了,静下摸得一颤,路易眼里熊熊的烈火烧得正往,静下背套一般,猛地跳开, 大人,我,我先去睡了,注意你的腿,再三嘱咐你别乱跳,路易轻迟道,没事,没事,不疼不疼,大人,我去睡了,静下摆着小手推出房间,路易长嘻一口气,收拾妥当,却了无睡意,静下虽不是大家闺秀,但必定是女儿家,路易住进了人家的闺房,心潮起伏那是难免的,站在窗前浮想连天, 自己自母亲去世便在为近距离接触过女子,当仅一位多年冷血沙发,入诏狱,万念俱灰,未料想自己尽,还有这等书语,欣赏的姑娘那般温柔地给自己洗脚,脚上那柔软的触感尤在,原母的话在耳边回响惊吓,这丫头是非路大人不行啊,反身回到床榻,摸摸青北,仿若那可爱的姑娘就在青北中冲自己一边瞧笑, 路易的心很久为这般温暖过,心谋水润,浅笑掠过嘴角,躺在床上,留有惊吓铁香的青北,枕头让她深深秀了优秀,辗转反侧多时,才在无限榴莲的香味包裹中陷入深眠, 路易有早起恋舞的习惯,一日清晨,本以为昨夜辗转,难眠今日会有眷逸,不料一睁眼精神甚是宝斑,穿戴整齐鱼夺到院中练一套拳脚,右孔紧到了远,只在房内走了几圈, 却听见院中传来劈劈啪啪啪的声音,路易搭不出来,却是圆母在恢复匹柴,路易抢步上前伯母, 我来,这可是不得,路大人,你误去,这儿不用了,圆母连连白手,伯母晚辈正想练练拳脚, 唯恐惊扰到底,线下正好,严霸将圆母请到一边,连环脚左右横扫,再上下树飞,只削片刻匹柴堆成一座小山, 圆母一时间目瞪口袋,看到小山壮的柴堆方猛醒道,哎呦,够了,够了,够用好多食欲呢, 路易收住脚步,伯母,这事以后便有晚辈来,您看甚是轻松,圆母笑道, 好好,大人,真是请学苦练,找一切机会练功,怪不得功夫这般妙得, 今下不知何时出来,事实夸赞,路易倾笑不语,宠溺地摸摸她的头, 大人,人家刚梳好的头发,莫要弄乱了,今下怕拍她的手, 圆母满面笑意地看着两个孩子,用过早膳,圆母郑重其事道, 路大人,今下,明日过后,按照婚嫁规矩你们俩便不能见面了, 娘,还有这规矩,我怎不知道,今下忽晒水眸看向圆母, 怎么了,你一个姑娘家,不知道不正常吗,圆母蹬向她, 路易好笑地看着今下,大人,你还笑,你还笑, 晚辈尽数听伯母安排,路易收住笑容正色道, 路易不明白,但圆母说有这样的规矩, 她便想婚姻大使,按规矩来总是好的